《安乐传》正在热播中,该剧一上线得到观众们的追捧,一粒热巴饰演了女主角任安乐,任安乐还有另一个身份,就是帝家姑女弟子园。男主角太子韩叶由龚俊饰演,龚俊的太子造型也很帅气。 第一集中,任安乐和韩叶相遇,此时韩叶是去近南剿灭海贼,而任安乐竟然以女水匪的身份打败了海贼。任安乐也愿意拿出三万水师求聘太子,韩叶被任安乐撩得心里七上八下的。 韩叶心里的太子妃人选是帝家姑女弟子园,韩叶也表明此生非他不娶。任安乐对韩叶死缠乱打的过程中,展现出了过人的才智。 任安乐连破科局五弊案,江南水灾案等。韩叶也因两人家国立场的一致,对他心生好感。 安乐传,双强男女主设定也很精彩,双向奔赴的感情也很有看点。 迪丽热巴的造型也很吸睛,以一席撒爽红裙游历江湖,初见韩叶大胆追爱,很勇敢,果然女追男阁层沙,男追女阁层山。 迪丽热巴也演出了任安乐的志士才能,江湖的豪气,追爱的勇气,复仇的决心。 任安安五官精致,颜值高,笑叶如花,全身上下都是亮点。 尤其撩寒夜的画面很有趣,让人目不转睛。 作为女寨主,任安乐也很受身下的人拥戴,身上的匪气很明显。 迪丽热巴最经典的角色就是,三生三世十里桃花,三生三世枕上书中的白凤酒, 傲娇与偏见中的唐楠楠,漂亮的李慧珍,中的李慧珍, 秦时历人明月心中的公孙丽,你是我的荣耀中的乔晶晶,克拉恋人中的高文,幸福,触手可及。 中的周放,烈火如歌中的烈如歌,一千零一夜中的零零七等。 迪丽热巴饰演的角色很多都是多金又貌美帝,在感情方面几乎都是倒追男主角。 克拉恋人中倒追男主角,古剑奇谈,倒追陈伟霆饰演的大师兄,小师妹送不出去的剑碎也成为网友最关心的话题。 安乐传中,任安乐又倒追韩业,不过,这样的感情戏设定很精彩,任安乐大胆的情话出口,韩业羞答答的样子很萌。 除了迪丽热巴演绎了女债主之外,李慧也演绎了女债主。 请君中,女主角于登登一角,有李慧饰演,于登登是大当家,也是女债主。 于登登是清泉债的仗义女债主,她的前世是神女芸汐。 当于登登见到千年将军陆延第一眼,就对她一见钟情,并且将她抢了回去,并做了自己的压债夫人。 于登登是一个贪财好色的女土匪,她十分讲义气,虽然嚣张跋扈,为人张扬, 但内心里她很有爱心。 于登登先娶的是公鸡,第二次娶的是鹿妍,人家伦饰演,也就是二姨娘。 请君是一部奇幻剧,故事背景在民国,还拥有现代和古代的支线。 剧中,李慧的造型有现代风,民国风,古代风,特别的唯美。 李慧也眼活了于登登调戏陆延的画面,尤其是扑倒的画面,很有匪气。 土匪抢亲的梗很多,但是女生抢亲男生的戏份就很少了,这样的剧情增加了很多笑料。 造型方面,李慧装偏男装的服装,虽然女债主霸气十足,遇到事情临危不乱,眼神凛冽,气场很强大。 李慧饰演的大多数角色都是亲命美艳的女主。 《楚桥传》中的《玄纯》,《庆余年》中的《鸡腿姑娘》,《花开半夏》中的《夏如画》,《璀璨人生》中的《于飞》,《千金归来》中的《沈长青》,《如果我爱你》中的《安宁》,《幸福归来》中的《于又微》,《狼殿下》中的《马斋星》,《如意传》中的《寒香剑》,《南歌》中的《长歌》等。 李慧还在年代剧《人生之路》中饰演了刘巧珍,《梦中的那片海》中饰演了童小梅。 同样演女寨主,把迪丽热巴和李沁放在一起对比,有何不同? 迪丽热巴和李沁饰演的任安乐和于登登都有一个共同点,前妻都是女主动,难对破的戏码。 无论是调戏还是生扑男主,两个人都演出了角色的勇敢。 迪丽热巴的任安乐接见寒夜,以三岸水师求聘太子妃,主要是为了复仇。 有了太子妃这个身份,她很快能找出当年的真相,还佳人一个公道。 后期,寒夜也是喜欢上了任安乐,两个人之间又隔着仇恨,他们是否爱得坦荡,这也是观众关心的话题。 李沁的于登登是神女芸汐的临时转化而来的,陆颜接近她,也是为了唤醒神女芸汐。 陆颜对她爱,有种把她当替身的错觉。 不过,陆颜确定于登登的身份后,对她也有了感情,两人也擦出了不少火花,情感戏很上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观看 让它们充足。